为了立党无薪假风波 马总统上午临时增加行程 到新竹科技园区和企业大老板来座谈 包括了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有达董事长李坤耀都出席了 不过有企业认为资方跟劳方立场不同 必须有更弹性化的法规 李坤耀还直言每次出问题 政府动不动就罚钱 简直把企业当成提款机 才说完有盈余的企业主 可别放无薪假 隔天火速安排行程 到竹科里面走一遭 找来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等等 17位大老板们来个座谈会 上半年有几位科技界的同仁过劳死 那猝死了 那GIFI里面规定 每个公司员工上下班 都要出窃请的纪录 出请跟窃请都要记录 我们现在的员工 根本不签到不打卡 我哪有记录 这样就要做法 每个要回来查 我们的感觉有点把企业当成提款机 当然可能经费不够就来查一查 拿一缴一点发金 这个是不对的 一开口炮火对准政府单位直制社 当面向总统抒发 憋了好久的一肚子苦闷气 友达董事长李坤耀 实在是不吐不快 然而就在总统到访的这一天 友达还开出了高阶主管 减薪15%的第一枪 镜头前李婚耀没多做回应 但私下表示一切他负责 然而对五星架有意见的企业 当然不止这一家 这个时候是更应该站出来 然后让劳工朋友也知道 厂商先跟员工签了一个约 所以必要的时候 请你修五星架 但是并不见得现在就开始修 总统主客办自由 目的是啥当然是行照不宣 只是能够起多少作用 政府和企业主持续沟通 角力中